买引擎送车 这句江湖名言算是对Honda技术宅工艺的一项认可 无可否认从摩托工艺出身的Honda对于造引擎 很有一套 冠军的声音就会被浪得逊敏 今天就让小明我来和大家聊聊这家技术宅 一些经典的得意之作 这些故事造就了Honda在技术上的超软地位 也奠定了它以性能为主的定位 也是让许多人心甘情愿 对Honda产生教徒般的信仰的原因 讲到Honda引擎大家一定先想到 Vitekin 哟 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先讲另外一个更早的Honda风光石 那就是当年的黑科技 CBCC技术 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饱受空气污扰问题困扰的美国政府 办法了全球最早 也是汽车史上最严格的汽车排放法规 马斯基法案 Musky Amendment 当时这一项法案规定1975年以后的贩售车型 碳排放必须是当时 也就是1970年的 十分之一 哇 这让当时美国的所有车款都不能再贩售 因为没有一辆能够过贯 但是 Honda 社长 本田综艺郎早在这个法案定案之前就已经位于匆忙 在60年代日本同样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候啊 它就已经成立了由30位工程师组成的 空气污染预防部门 专门来开发这个低排放的引擎技术 它可以说是14兆英雄的一个最佳例子 成果就是 1972年当生的 CBCC技术 这一项技术导入了柴油引擎所使用的 富燃烧室 在火星在点火之前会先把部分的燃料喷射进入这个富燃室里面 产生少量浓厚的油气 然后连带主燃室的 稀薄混合油气 一起进行燃烧 从而产生更完美的一个空气燃烧比 以达到更捷径的 拍飞表现 结果当时搭载这个CBCC技术的 Honda Civic 就这样通过了美国环保署的测试 成为当时被其他大厂认为不可能会通过的 这个马斯基法案的 首款合格车型 要知道这个时候距离Honda这一间小厂推出首款车仅仅是过了10年 而且这个CBCC它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不必使用当时其他车厂都使用的这个环保箱 就能通过这个排费标准 那个时候的这个环保箱除了会牺牲引擎的动力以外还因为技术不成熟的关系 不耐用 加上它的造价很高无形中就提高了这个造车成本 而这个没有环保箱的CBCC它就能够卖到比别人便宜 而且它的引擎还可以接受无签和有签的汽油 重点是还很省油 在当时它可是全美国最省油的车官 这也让当时深受这个石油危机 油价大涨困扰的美国消费者 趋之若鹜 加上它轻巧的车身 以及4个全独立悬挂所带来的优异操控 好玩的便宜小车也同时吸引了不少车友的注意 正是打响了CIVIC 甚至是整个Honda 在江湖上的名堂 1989年 Honda发布了举世文明的 VTEC技术 由Honda工程师松泽建英所发明 当时它可是突破了这个自然进气引擎美公司 100匹马力的极限 而且在引擎更有力的同时 还更加省油 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呢 VTEC的全名为 Variable Valve Timing and Lift Electronic Control 从它的名字你就可以了解到它是 电子可变气门证实和生存控制系统 简单来讲 这个VTEC它的进水就在它的camshaft 也就是涂轮舟的身上 这个涂轮舟它的功能主要是转动 来控制这个气门 也就是Valve 它的打开和关闭 而这个Valve的开启时间长 短就决定了你的引擎的特性 越长就吸入越多的 空气就能燃烧更多的油 给你更多的 Power 这种我们就叫做大Cam 但大Cam 虽然高转的时候很爽快很有力 可是低转的时候它就好像 吸不到去 勾不到这样子 很不顺 而且重点是 很持有 至于小Cam 它当然就是完全倒反 完全是一个经济省油的设定 但是这种小Cam 它上到高转的时候 就好像你鼻孔很小了 那气不多 中气不足就没有力 这两个很难选对不对 松泽建议它就表示 小孩子在做选择 我全都要 于是它就设计出了大小Cam 都有的Cam profile 在这个一般驾驶的时候 都是小Cam 来控制气门 低速行驶的时候平顺 而且省油 但是一旦这个油门力道 油温 油压 还有最重要的引擎 转速 全部都在 对的时间 对的位置的时候 全程都在监测的这个ECU 就会传送信号 转换成 DarkCam 模式 也就是所谓的 爆台 VTEC 技术最早出现在 俗称 大V 代号 B16A 的 DOHC VTEC 引擎 并率先搭载于 1989 年推出的 日规 Integra 身上 1.6公升的排量 却能够在 7600 转的时候压闸出 160 PS 的马力 成为了当时的性能标杆 也因为 VTEC 高转速 高输出的特性 从这个 B16A 诞生以来 它就成为了赛车场的常客 而且还发展出不同排气量的 一系列高性能引擎 像是这个 Integra DC2 所使用的 黑顶 B18C 引擎 200P 的 红顶 B18 CR 也就是 Integra Type R DC2 的 武器 还有蓝顶盖的 H22A 能够在 7200 转拉出 220匹的马力 再来就是 NSX 的 CC LED VTEC 以及巅峰制作 也就是 F20C 红盖 这具引擎在 S2000 前期版身上 产生高达 250匹的马力 哇 依据只有 1997cc 的引擎啊 算到来等于 1公升 它就有 125匹 呼 连当时的 OC 对手看了 都貌冷汗 你知道吗 除了引擎的黑科技 Honda 还有一个威随史 那就是它是第一家量产 全铝车身单体的车厂 什么情况呢 就是它们经典的 东宁法拉利 第一代的 Honda NSX 了 80 年代时期 受到当时 F1 赛车队的启发 Honda 有了这么一个计划 New Sports Car Experimental 缩写就是 NSX 了 这一项计划的目标是要打造出一款中置引擎跑车 除了要走出这个Honda 的舒适圈 打破Honda 一路以来都在使用的前置前驱模式以外 同时也是要提升它们自己的品牌形象 才会有这么一个大胆的决定 有多大胆 但当时Honda 对标的可是Ferrari 的三四把 你没有听错 高高在上的意大利超跑 当时的这个日系最多只有豪华方车 但是超跑 从来没有这样Atas的产品过 有了这么一个高的标杆 开发过程自然也是不简单 其中这个NSX 车身它就受到了当时日本的这个 新干线子弹列车的启发 于是设计团队就决定 诶 不如使用Aluminum 铝合金来打造这一款 日本超跑的车身好了 这个Aluminum 不止车身部件就连整个白车身 也就是车体架构 都是使用铝合金 在当时的这个量产车款中可以说是 前所未见 由于当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 因此在塑造车身架构方面 Honda 很快就遇到问题了 但是 技术仔就是技术仔 很快的他们透过自己的硬实力就研发出特殊的 高压挤压层型工艺打造出 独特的风潮式高杠性全铝框架 这个车体外壳强到是比当时的Porsche 911 还兼顾了 50%那么多 而且整体的重量还比传统车体 轻了200公斤 那么多 老实说我也觉得这个第1代的NXX的设计 在当年来说可以用非常抢眼来形容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低矮流畅的车身线条设计 还有在当时非常前卫的全玻璃座舱设计 它其实是启发着F16战斗机 不只技术水平高就连在设计方面 Honda 都很懂得引人入魔 你赞同吗 虽然说有了这些堪称经典的技术 但是Honda 并没有一次停下脚步 随着时间不断的演变 节能减排成为了新世代的要求 而排放标准也越来越严格 Honda 就甚至 再也不能单靠强悍的性能吃虎了 因此来到了2011年 新一代的Honda 核心引擎技术 诞生了 它就是地球梦系列 这个Earth Dream 主要是由三项技术组成 分别是 Ivitech DOHC 双凸轮轴技术 以及 缸内直喷技术 以提升整体的效率达到一个更好的性能 油耗 以及节能表现 不过 最大的亮点还是在 Honda 在这个地球梦技术上 不再坚守NA 它多了 Turbo 涡轮增加引擎 这个新成员 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Vitech Turbo了 全新的Vitech Turbo引擎 率先搭载于 时代的Civic FC 以及过后推出的这个CRV 那这两台车我都开过啊 老实说对于这具代号L15B的 1.5公升涡轮增加引擎 我是相当的满意的 虽然是少了这个经典的 冠军的声音 那其实这个Civic和CRV的这一具 Vitech Turbo 它也是没有Vitech技术的 但是它的整体这个动力表现啊 我觉得就简单几个字了 充沛 谁穿谁到 尤其是这个Civic FC 开起来很意外的 让我觉得 这台车其实还蛮好玩的 我个人真的觉得它是一台好车 那大家也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观看我之前的完整测评 讲真的 这具引擎啊 在日系统机中 动力最满满的是它 升级空间最多的也是它 也三号算是冠军了啦 重点是正当大家以为 Vitech 将不会出现在 换到这一具涡轮引擎的时候呢 没想到 第二代的L15B ZLED 我们又看到了 Vitech 的回归 这个第二代的L15B 在多了Vitech 之下呢 它进一步改进了涡轮引擎在高转时 扭率Drop 比较快的不足 而且就和以往的Vitech 一样 继续在高转速时提供高功率和高扭矩 实现了以往这个Vitech 的高转魅力 那目前这个第二代的Vitech Turbo 已经是搭载在我国的 Equid Turbo 身上了 还有就是 即将来赢的全新Civic FE 之前我是已经试驾过这个Equid Turbo 对它的性能我是赞不绝口的 至于这个Civic 会如何呢 看来应该会更加的Fun 更加的好玩哦 Honda 的勇于创新作风其实也延伸到了新能源动力这一块 讲到Hybrid 它其实也算是开山鼻祖之一 早在这个90年代 Honda 就引起了了IMA混合动力系统 并且不断的改良进化 当年Honda Malaysia 也有导入不少IMA Hybrid 车款 像是这个Insight Jazz Hybrid Civic Hybrid 以及帅气的双门小先辈 Honda CR-Z IMA 的结构简单 占用空间也比较少 重量也增加不多 在妥善率方面其实它也还相当的新的 而第二代的Honda混的动力技术就更加特别了 它摆脱了以往大家对这个Hybrid 就是没有性能的影响 原厂甚至直接关上 Sport Hybrid 的平堂 告诉你就连混动技术 Honda 它也是有在以性能为主 这个IDCT 有一具1.5公升的引擎 加上电动马达辅助 并搭配特别的七速双离合变速箱组合而成 哇这个组合真的是又省油又快 加速感十足啊 我之前就开过这个City Hybrid 还有 HR-V Hybrid 我印象中它的起步是纯电动马达操作 那个力来到真的是 飞快 但是Honda 并没有旧时满足 如今又推出了最新的 IMD 动力系统 它和我们所懂的这个一般的 Hybrid 算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它属于真层式混合动力 也就是 REEV 这个IMD 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以马达为主 引擎为辅的概念 引擎主要是辅助用途 在这个电池电力足够的情况下呢 一般都是靠马达来提供动力 只有在电池需要充电的情况下 又或者是车子需要更强的一个动力 比如说高速行驶的时候呢 引擎才会启动介入 因此它的这个整体驾驶感受其实会比较接近电动车 哇 敢敢在入门车款使用这种技术啊 只能说这真的符合 Honda 一向勇于创新的这个造车理念 那关于这个IMD 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块点 之前我小明也是为大家解释过了 其实纯电动已经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了 许多品牌都正在转型电动化 但像我们这里的这种市场啊 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那我就觉得像IMD 这种 In between 的技术啊就给了我们一个缓冲期 在不用担心这个旅程焦虑的前提下 能够准备以及了解电动技术 老实讲我觉得 Honda 在技术上它真的是 是比较愿意走在前端啊 即使是在我们这种比较保守的市场 像是之前其他品牌都还不确定的时候啊 Honda 就已经率先引入了这个 Honda Sensing 原厂甚至还在这里进行了实际测试 确保是真的能够使用 然后就在这里推出了 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加上每次新产品 都格外引人注目的亮丽设计 我觉得 Honda 它真的是成功建立了 年轻化又具有吸引力的 品牌形象 对于我们这里的市场来说是非常的受用的 而如今它又带来了这个创新的 IMD 系统 这个 EHEV 技术啊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来的 因为要有这样的一个领头羊 才能够让我们这里的市场呢 不断的进步 而我估计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style啦 使到了 Honda 能够一直在我国 维持领先的地位 好啦 以上就是小明我所列出的一些 Honda 危随时 这里有没有 Honda 的教徒呢 觉得我有漏掉哪些 Honda 的经典之作吗 还是有什么故事想要分享的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 如果刚才我有一些讲错的地方呢 也欢迎指正我 那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记得给个 Like 还有就是 Share 出去 当然最重要的是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咯 Bye Bye by bwd6